夜里头的最新消息在台北万华这边发生街头斗殴事件 一名17岁的少年他跟朋友要400块钱的债务 朋友居然就心生不满 找来其他人围殴这名少年现场血迹斑斑 幸好这名少年送医之后没有了大碍 地面上的卫生纸还占有满满的血液 因为在晚间台北市万华区传出一起街头斗殴 17岁的陈姓少年因为向吴姓友人催讨400元 不料吴某心生不满 竟然伙同友人联手殴打 走过的那个血灯流很多啦 流很多血啦 就是都是从后面流出来的 背部这里啦 要我们帮他那个救救护车啊 看到就是有人在这里啊受伤啊 他当时气息是什么啊 就很多警察啊这样子而已啊 陈姓竟然被追打 目击者亲眼看到血淋淋的一面 受斗殴影响 附近店家生意也变得相当冷清 索性受伤的陈姓少年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 意识也相当清楚 警方已做好笔录 正寻见追气先犯 感谢观看